名模林志玲近身为导演 为F5朋友们长进 拍摄宣导短片 还来了急说爱你 对于自己的首部作品 林志玲从拍片到后制 全程参与 并费时将近四个多月的时间完成 可是相当耗费心力 一个不一样的经验吧 毕竟以前都是好像是镜头前的人 现在是一个镜头后的人 我觉得看的观点会不一样 那当然也希望透过的 这样一个镜头后的故事 不一样的角度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得到共鸣和启发 今天的首映记者会上 单人片中四位主角的病友 是清零现场 林志玲也贴心的送上小礼物 鼓励他们 不过一回起他们的动人故事 林志玲是不冷心的哽咽起来 那今天也来到现场 这是母子的爱 送给你 好喜欢啊 谢谢 好我们要请双映 经过这次的导演初体验 林志玲可说是获益良多 她表示将积极追求自己的幸福 努力迈向人生的另一阶段 当然也会觉得 要积极的拥抱 不一样的阶段和人生 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现在态度是积极的吗 是 搜尾勒播报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